不大吉金 若人淡念阿弥陀 世纪无上生妙产业 这一句话是世尊在大吉经上讲的 那么诸位去细心 去参救 念佛不如常吗 诸位好好想一想 佛的发运 一万年前 从佛灭度开始算起 第一个一切 正法式起 人根 淳厚 吃戒就能成修 依着戒律修行 就能证阿弩汉苦 到第二个一切年 人的根性慢慢就大断了 吃戒不能成修 要求禅定 在相法时期 就相似 没有一切那么真 接禅定成修 佛法传到中国 正是相法的开端 佛灭度活一千年 第二个一千年 佛法传到中国 中国的禅宗特别兴旺 大吉经上说的 释迦牟尼佛的预言 对象 修禅定能开悟 能证苦 再过一千年 三千年之后 入末法时期 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 而且末法呢 末法一万年 已经过了一千年了 人的根性越来越顿 修禅 不能成修 用什么方法呢 念佛 末法一万年 念佛成修 那么我们想一想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戒不能成修 禅 不能成修 念佛能成修 这就像害病一样啊 正法时期的人 病很轻 戒律一致 他就好了 向法时期的人 害的病就严重了 戒律这个药 没效了 用禅定这副药 洗 能帮助他 末法时期 病入膏肓了 没救了 戒律的法 禅定的法都不行 念佛能救 你说哪一副药厉害 还是念佛 念佛才是无上的妙宝 能救 末法 那是向法正法 遇到的时候 他能不成修 射加牟尼佛当年在世 劝导他的父王 佛为父王说什么话 说念佛法门 那正法时期 佛在世 他不教他别的 对他父亲 教念佛法门 求生 净土 我们要细心 冷静地观察 才知道 这个法门 超胜 一切法门 无量 无尽 法门当中 他排名是第一了 因此 乾隆年间 慈云灌顶法死 在观无量寿佛经 注解上 他说的 我们如果遇到 大财大难 所有金教法门 都救不了了 都没有效果 最后还有一门 决定的救 这一门是什么 老实念佛 这一句六字红明 能普度一切 灾恶 比什么样的 经常佛事效果 都殊胜了 可惜 宣扬不烈 社会大众 知道的人 很少 他们遇到灾难 去拜餐 拜凉黄餐 拜水路餐 水路大会 灌顶法死 告诉我们 如果这些参与 都受不到效果了 念佛 能受到效果 所以我们才知道 中风禅寺 他编辑的 三十悉念法死 那是什么用意 所有灾恶的效果 都失掉效果了 这个游戏 念佛 依弥陀心 依一句佛号 为主 所以这句佛号 用禅来说 无上生妙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